好烦,又要写作业 小子 干嘛啊,老师 麻溜写,最好别给我偷懒 是是是,我保证不偷懒 吊吊吊就知道吊,吊死你 卧槽,怎么还能吊到巨石沙 真是浪费我的鱼儿 等等,你想干 我丢,老师你也太惨了吧 真是天主我也 那我就趁乱先离开这里了 没想到刚刚说老师竟然成功了 往前走就对了 到了,这里就是我的陷阱 我打赌他待会儿杀不住车 现在我终于可以玩游戏了 可恶啊 操,他人又不见了 拉下这拉杆试试 有密室,走 刚才确实是老师的惨叫 前面那也是我设下的陷阱 真正的密室在这岩浆下面 这里用方块直接搭过去就好了 垫的方块拆了 现在我终于可以玩会游戏了 小样,可算被我找到他的密室了 他果然设下了足够的防备 看我用枪打败他们 被我打败了吧 哈哈 按钮应该是机关 按下试试 卧槽,上当了 不过我刚才看到下面有一处水坑 喂,发现一瓶满极成枝 现在去岩浆下面看看 不出意外的话 他绝对在里面 等等 卧槽 没杀住车 小子 我劝你最好别举妄动 别别别 别逼我,跪下来求你 他爆炸了,我要溜了 按下按钮 小飞车就来了 我的下个密室就在前面 还要再过个河 到了,直接进去就行 这里看似是个矿洞 其实暗藏玄机 这里就有我给老师准备的传送门 把这拿下来 等它下来直接安上 出来了 今天实在是 太倒霉了 小飞棍来呢 这什么 夹子车 管不了那么多 能追上小子的车 就是好车 哎,这怎么有洞 吓死我了 还以为里面是陷阱 卧槽 这是哪 老师你别回头 回头就没了 是小子 我还能怕了你了 还不信 可恶 可恶的小子 竟敢把我给困在墨地 好好听话 知道不 嗯 各位评委你们好 我是练习时长两年半的个人练习生老王 喜欢唱 跳 rap 篮球 少废话 快开始 music 我真的是受够了 你让我拿什么理智啊 我爱的那个他都已经被你们这样对待了 还有我怎么理智啊 看着他被你们骂的狗血 里头我还坐视不管 啊 老王你也太夸张了 什么垃圾评委 给我打叉 谢谢你替我解围 我要走了 到了 送个惊喜给老师 现在可以去我的密室了 这边是陷阱 那边也是陷阱 只有这边才安全 他应该不会第一时间就找到我这儿 应该就是这按钮 被握槽 差点就掉进去了 必须把这拆了 好了 快追过去 这有一个大坑 应该是个密室入口 果然 这小子一定藏在门后 密室应该在这边 前面那个箭头是朝下的 不出意外 密道绝对在里面 果然发现了一个洞 小子 你离死不远了 哇 这怎么有一个洞 按下按钮 卧槽 我在哪 怎么是个遗迹 看来是想把我困在这 只剩这一个密道了 老师 他的密室就在这儿 小子 你跑不掉了 卧槽 有种别跑 我就不信 今天还能让他跑了 等一下 这里不会又是陷阱吧 还好有密道 完了 他隔屁了 我再留个惊喜给他 现在离开这 出来了 这漂浮时间是足够长的 拆了他就飘到天上了 可恶 又被他给暗算了 现在他一定没跑远 赶紧追 这下拆完了 应该没有陷阱了 这什么 哎 我怎么飘起来了 我看见他小子了 这次他总算是跑不掉了 你应该 终于抓住他了 这十多级的仇 我终于报了 说 可恶 他怎么没摔死 跑啊小子 跑不掉了吧 老师别说了 我快被淹死了 今天把你关到水里面 就是让你感受一下被水淹的痛苦 刚刚给你撒的水废药水能维持六分钟 我看你六分钟之后怎么办 我走了拜拜 老师 你不要走啊老师 完了 现在这里只剩我一个人了 多谢老师给我创造了逃跑的机会 溜了 他待会肯定发现我不见了 去看看他什么反应 竟敢把我关到水下面 今天必须给他点惩罚 怪了 怎么看不见他 小子 给我站住 总算是甩掉老师了 现在终于可以去密室了 以防万一把这拆了 下来送他个惊喜 果然是密室 坏了 臭小子 我警告你你别乱动 我让你抓我 这由我准备的密道 下面的切割机看着很危险 其实就是摆设 这才是真正的密室 按下按钮下去 以防老师找到这里 送他个河豚当见面礼 这里的陷阱是岩石的 不会第一时间触发 等老师来了 可有他瘦的了 等等 还想用切蛋机吓我 看来只有垫石头都过去了 等等 听着声音后面是史莱姆了 不会以为几个史莱姆 就能拿我怎么样吧 伏了 看来他不在里面 终于被我找到密室了 小鸭 这次绝对不会让他跑 你想干 原来这有个按钮 花落水流 终于解决了 老师你终于来了 小子 等等 哦 开 老师他也太惨了 出来了 现在去偶像练习声场地 后门在这 以防抓 我还设好了陷阱 在这门口等着他 不是 老王你怎么又开始了 不过他这次跳得还不错 应该是个出口 我果然出来了 前面有个好大的雕像 去他裤裆下面看看 有门 打开 小子 这是他自己掉进去了 跟我没关系 老王 你舞蹈跳得好棒啊 老王 你不会生气吧 卧槽 老王 你也太夸张了 错了 错了 我从前再来一次 这还差不多 要我说 这评委是真没品位 老王 你上次不是失败了吗 一个真正的男人 一个真正的面子 是不惧失败的 卧槽 我悟了 老王 你可真是我的人生导师 老师 你又来找我干嘛 这次 我小心了 老王 你要继续加油 我要趁现在躲起来了 密室在这里 我怕老师找到这儿 送他个惊喜 现在我可以玩游戏了 像这种小黑子 我下手都不手软 按下按钮试试 密室开了 这是哪儿 你的坟墓 电脑收了 老师来的还真够快的 这是我给老师留的一个密道 其实真正安全的地方在这儿 只是被我堵上石头了 他不会发现 那边洞下是个陷阱 这里才是真正的密室 脚下有屏障 只不过到这里就没了 现在我可以玩游戏了 没想到有陷阱 这次 我不会再上当了 试一下这压力板 是个密道 前面还有个熔炉 哇 钻石是我的了 可恶 我看看这有没有隔层 不得了 看来它是躲这边了 门在这儿 快追 诶 这有个密道 下去 有好多的太阳能板 这个不一样 看得我强迫症都犯了 我试一下这按钮 机关开了 找到你了 还想坑我 我试一下 有屏障的 幸好我学聪明了 电脑交出来 老师隔屁了 还跟之前一样聪明 出来了 快走 这是给老师喝的假抗火药水 我就在这密道躲着 待会儿让老王给老师一瓶真的 我出来了 今天不可能让它跑掉的 有满集成只 那它就是去岩浆下面了 我发现这边还有个按钮 进去 找到你了 小子 好好享受吧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没关系 老王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老师 我把这个给你 谢谢你的好意 你可以走了 这次我下去 要给他小子个教训 直接绕后过去 老师 其实我是故意让老王来的 说 老王 老王 不是挺喜欢跳吗 来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赶紧给我跳 好 没问题老师 那我就再给大家表演一下吧 卧槽 老王没想到你是真敢跳啊 好啊老王 说让你跳 就跳 我看你小子胆子是真的肥 老王要产了 下一个肯定就是我了 我还是趁现在快跑吧 打破玻璃快跑了 小子 就知道你要跑 不跑是傻子 操 我就不信你今天跑得掉 有本事来抓我啊 他要来了 他马上完蛋 看我就说吧 这里是我给老师留的惊喜 真正的密室要按着这箭头走 这里就是了 我在这里面留了很多的陷阱 绝对够老师喝一壶的了 现在去下个密室 密室一定要关上 现在我非常安全 以防万一拆了 这下我可以偷偷玩游戏了 诶 我在这发现了一个密室 卧槽有陷阱 得谨慎一点 卧槽 中计了 真是到了大梅 这边有箭头 跟着箭头走 诶 发现密室了 好小子 今天你跑不掉了 开门看看里面 卧槽 完了 我又回来了 这有压力板 踩一下看看 果然是密室 看一下有没有屏障 看来没有 太好了 这有本书 感觉不是那么回事 不会是机关吧 果然开了 收拾一下走了 垫石头过去了 那瓶满集成枝是给老师的 堵上方块应该不会被发现 现在我就可以直接走了 回班里去了 这是满集成枝 下面有门 看来它就在下面 小子 你今天跑不掉了 过去按下按钮 密道开了 走 完了中计了 跑不掉了 小子 小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路就在这 这次应该没陷阱吧 看来我找到路了 好了 下去 现在我可以大胆玩游戏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宠物 我给它取名叫彩虹羊 老王 你最好还是别让老师看见它 因为老师最讨厌彩虹羊了 听见了吗老王 晚了 我已经来了 老王 我最讨厌这玩意儿 你竟然还敢把它养到学校里 我看你小子真是胆肥了 你想咋的 老王 竟敢把我的变色养崽了 华威 你过来一下 老王找我什么事啊 我给你个机会 你去报复一下老师 明天我给你个惊喜 一言为定哦 老王 谁 找老师干嘛 老师我找你有点事 什么事 准备交作业了是吧 老王东西还给你 老师这下要去炸了 我要趁现在快走 到密室了 过去按下按钮 这样老师第一时间就过不来了 现在马上去更安全的地方 这里是个水坑 按道在这后面 他是不会发现的 以防万一 还是放上陷阱比较好 现在我可以玩游戏了 真糊了 这小子弄这么厚的墙干嘛 好在我还是过来了 我发现上面这有个洞 那他一定是去上面了 果然 应该在前面这水坑里 看这里有个密道 进去看看 我去 这有好多逆尸 总算是把他们解决完了 那他应该在这门后面 等 我还是回去算了 那边都是陷阱 开这个门看看 他找到这里了 小样 你以为同样的陷阱 我还会上当吗 糟糕 竟然被你发现了 老师 你不要过来啊 哎 我怎么被减速了 又是你搞的鬼吧 卧槽 不对啊 你怎么没被减速了 哈哈 原来这小子 还设置了陷阱 不过 你好像失败了 别跑 不跑是傻瓜蛋 还好 我这里还有陷阱 老师再见了 卧槽竟然被他给躲过去了 还好 我还有 小子 你离死不远了 成功了 拉杆拆了 赶紧走吧 我的密室就在这被困住的史蒂夫裤裆下面 那边有我准备好的蛋糕 我这就去下面 他不知道我在这 门一关 玩游戏 气死我了 今天 我是不会让他跑的 史蒂夫的裤裆下面有个门 跳过来了 快追 哇 这里竟然有一块蛋糕 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哎 我蛋糕呢 太可恶了 我又被暗算了 哎 我发现那下面有个密道碍 看来这次小子危险了 哦 这是给我准备的陷阱吗 老师 祝你好运 说 老王 老王给我说 他又养了一只变色羊 老王 你难道不怕被老师发现吗 我把羊藏到家里 他还能闻着羊骚喂过来吗 世俗总要 男人无拘无为 说的有道理 我先走一步 这里很适合玩游戏 怎么闻到一股羊骚喂 卧槽 老师真顺着喂过来了 做人做事 总是从中面对 那是我的变色羊 我快跑 按下按钮 人呢 怎么突然消失了 这有按钮 找到你小子了 电脑 快跑 按下这按钮 鸡眼就堵上了 这样他就挖不开了 找到这了 这不是昨天的密室吗 算了 他跑哪都一样 那边有摸地传送门 激活一下看看 可恶 这有按钮 应该是开启密室的 走 服了 下面是个陷阱 我只好再看一下这边的了 卧槽 竟然又是个 看来只好把右面的门拆了 这次 应该不会再有陷阱了 好多太阳能板 按下试试 怎么都没反应啊 只能是在这机烟后面了 把旁边挖了过去 找到你了 你小子这次是插池南飞了 我去 我怎么突然走不动路了 你还是先照顾好你自己吧 老师 他竟然爬上来了 老师 我不是故意的 36G走为上策 我的密室就在这烤乳猪后面 闻着味道老香了 现在快进去 以防万一 还好我提前做了陷阱 可恶 别想跑 这就怨不得我了 老师 是他自己踩的 我这密室的陷阱够他喝一壶的了 我打赌他不敢按这按钮 我走了 泪掉 太气人了 今天一定要抓到他 怎么到处都是陷阱 这书下应该是开启某个密室的 果然开了 进去看看 有瓶满极成枝 看来是去岩浆里了 这次我喝的是满极成枝了 我去看看画后面是什么 卧槽 是河豚 从旁边 我真的服了 这小子怎么知道我每一步走位的 好了 现在可以过去了 发现一扇门 肯定在里面 哦 是一只被关的小兔子 别怕 我来救你了 我的世界就是好玩 终于找到你了 真是费了我好大劲 今天必须要让你小子知道我的厉害 卧槽 几位大哥 我错了 老师也太惨了 希望明天上课的时候 他不会找我麻烦 东西收拾完了 对了 临走之前再给老师个惊喜吧 现在我可以回家玩游戏去了 刚刚看见他了 明天给我等着 第二天 我去上课要迟到了 报告 老师我来晚了 嗯 把书包交出来 坏了 要找我麻烦了 老师你看吧 书包里面没有电脑 那有作业吗 没 没有 还不赶紧给我补 呜呜 我补就是了 他刚刚就是在公报丝绸 我记得附近是有一家文具店的 看样子就是这里了 只能在这买新作业了 老板我来买书本 嗯 找到我要的作业了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我看看他这里卖的还有啥 这些才是我想买的东西 老板 我作业已经买好了 我手上的这些都是我要买的 笨 总共999个钻石 那个能不能便宜一点 今天的钱好像没带够 你小子想吃霸王餐是吧 你家长呢 把你家长叫来 我明天一定 作业买哪了 老师 你来得正好 我没带钱 你帮我付一下吧 真是个麻烦事 多少钱 总共999个钻石 什么 让他今天公报丝绸 老板明天一定 还好 我在这小商店里设置了陷阱 我是不怕他追我的 现在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那里是个陷阱 真正的路要从这过 现在我终于安全了 可以玩会游戏了 什么 还要我付钱 不然呢 要不这样 你来按下三个按钮 我就当免费送你了 那好吧 没想到 竟然要我给小子擦屁股 就是这三个按钮了 好 等我按完再找小子算账 哎 我这被传 是陷阱 那这个按钮 一定是 被商店老板按算了 我去找找他小子在那 这里的陷阱太多了 我去这门后面看一下 有一幅画 旁边这有扇门 还给我了一个钥匙 真是谢谢他了 只好把这里拆掉了 这里有个暗门 肯定在下面 哇 谁的坟墓 暂时我就收下了 竟然炸湿了 我蹭一下这幅 有门 打开 终于找到你了吧 老师你别过来 因为这里有陷阱 真是活了个该啊 还要多谢商店老板 老板 这些就留给你当小费吧 谢谢 谢谢 今天终于是把作业写完了 现在就等老师上课收作业了 都等这么久了 老师怎么还没来啊 那我作业岂不是白写了 他今天真不来 看来的去他家了 拿上我的书包走 这里就是老师家 看着还挺豪华的 我猜他一定在家睡懒觉 必须得让他去上课 睡得还挺香了吗 老师 你不要再睡了 你看这是什么 香喷喷的烤昆肉 什么味道好香啊 这梦怎么这么真实 老师你别睡了 赶紧去上课 谁 打扰我 是你小子 跑我家来骚扰我了 是吧 站住 今天 看我不给你皮疤了 我要是逮住你了 你有你好果子吃的 放上陷阱 你吓唬谁 他嗝屁了 我只是来让他去上课 没想到他却发火了 那就别怪我设陷阱陷害他了 我去他家地下室 那里有我设计的很多陷阱 这里我混得有假有真陷阱 一定能够拖延不少时间 现在马上去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到了 终于有时间玩游戏了 好不容易在家睡个懒觉 还让他小子给我银赏了 我真无语了 真是给他小子连给多了 这是什么 全都是陷阱 为了我真是下了不少功夫 看来我只有起飞了 我从别的地方绕过去 这小子现在肯定在我家里绕过来 老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机智了 没想到吧 小子 这次你肯定跑不掉了 老师我错了 我这就把电脑给你 曹 死了还拿走我一台假电脑 东西赶紧带走了 我要去躲到别的地方去 这边完全就是个陷阱 密室出口在这里 按钮已经被我拆了 没人发现我出来了 走了 可恶 刚刚就差那么一点 进去看看他跑哪了 看见这边有个铁门 我怕有陷阱 还是直接拆了吧 好了小子 这次你跑不掉了 按下这按钮试试 刚才竟被螺旋桨给悬死了 我拉下这拉杆试试 开了 是个密室 这是什么 不会落实陷阱吧 还是直接拆了吧 真是好险 差点就掉进去了 下面这个坑应该有密室入口 找到了 就是这里 我还是坐矿车过去吧 这次要小心了 下面有水 直接下去 谁 完了一天电脑 今天老师又没来上课 真舒服 拿上书包走 正好肚子饿了 去看看附近商店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老板 我来买东西了 这边都是书 没有什么吃的 这边吃的就多了 哇 香喷喷的烤昆肉 老板 这烤昆肉怎么卖啊 我不能卖你 你还欠我钱 哦 我等一下带你找老师 哎 既然要见老师了 总得带点见面礼 就他了 老师肯定喜欢 跟我走吧 我带你去找老师 老师果然还在家睡觉 喂 你别睡觉了 快起来还钱 你谁啊 我什么时候欠 真是给你脸给多了 小子 你故意过来找啥 卧槽 你完了 有本事来抓我啊 站住 我什么时候欠别人钱了 你给我说清楚 我没钱 所以我买东西 让他找老师付钱 老师 你走路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下辈子注意点吧 走了 开之前把这按钮拆了 听见声音了 肯定有密室 我按下按钮试试 密室开了 卧槽 中计了 找不到他 试一下 有没有别的机关 他够不来 卧槽 他竟然发现了 小子 你最好别跑 不跑是傻瓜 你等着 我马上上去 把你宰了 有 有本事你上来啊 不怕我有陷阱 上来了 老师又嗝屁了 太惨了 赶紧把这里给堵上吧 这样他就过不来了 想过来只能从前面那扇窗户了 我继续玩我的游戏 按下按钮上去 卧槽 那里竟然过不去了 把窗户拆了 找到你了 老师赏死了 快走 来到这边的阳台 那边我还准备了充足的陷阱 这些陷阱就足够他喝一壶的了 我趁现在快离开这里了 前面这地方不错 可以玩游戏 正好饮饭了 打开我的世界 我发现这边还有一个阳台 没找错的话 他应该在这附近 我仔细找一下这地方吧 一定要小心谨慎 哇 好大的钻石啊 既然没人要 那就是我的了 等一下 玩犊子了 想不到这的陷阱还挺多 这是什么 好像是个弹簧 正好 我去上面看看 终于被我找到了 站住 你别想跑 快跑 起飞 就看他有没有胆量跟上来了 我来了 小子 你跑不掉了 中计了吧 老师直接飞出去了 我收拾东西走了 我发现了